大家好,我們今天介紹一下 重合滑板最初學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我們先了解一下 重合滑板跟傳統滑板不同的地方 首先最不一樣的是這個輪架 你會看到它這個輪架的轉動弧度 比傳統的來的大 那它其實有各家設計不一樣的輪架 那像Smooth Star這個輪架 它是雙層輪架 那同樣的在Cover也有CXC7 不一樣的設計 那不管是哪一種,它的轉動弧度 都會比平常的滑板更大 那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站的位置 站的位置就一定要在輪子的上方 所以這個來說的話 輪子上方就在這個位置 那後腳就站在後輪的上方 那我們一般會 有時候滑雪的人會習慣想要這樣站 那這樣站因為我會不方便往前 所以我的腳就要調整 變成是兩個向前 有點像是那個 日式滑姿的動作 所以記得兩腳就是往前 這樣才能夠比較平均的站好 接下來可以踩Tow Side Hill Side Tow Side 只要我確定我踩輪架上方 這樣就可以安全的滑這滑板 那接下來我會有更多的視頻 教大家滑姿的部分 大家期待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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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